那我們今天的第二場是區塊鏈錢包的Recovery的機制探索 那我們先把時間交給講者 然後這場活動的話會往後延遲10分 就15分鐘這樣子 好 謝謝 欸有聲音嗎 有有有 不好意思 然後就是那個設備問題 然後還有我自己就是前陣子腳受傷 所以我就坐在這邊講 不好意思 好 那就開始吧 今天要講的是這個區塊鏈上的那個Recovery機制的一些探索 那我的話之前在眾議院擔任研究助理 那時候就是幫忙看一些那個後量子密碼學的東西 然後現在在IMTOKEN當那個密碼學研究員 那主要就研究這個MPC DKP相關的內容 那這是公司的TOKEN 那我叫Steven 今天的話就會先 聊一下什麼是Recovery 然後就從去 我們去從本質去思考Recovery是什麼東西 然後會給出一個定義 然後接下來把Recovery做個簡單的分類 就分兩種 然後這時候 然後我們會把其中一種叫Social Recovery的東西 就是特別把他拉出來做比較深入的探討 這樣子 就是什麼是Social Recovery 然後怎麼去實現 這樣子 那首先就是Recovery是什麼 那個Recovery它其實在日常生活中 你就不太陌生啦 就是像是健保卡遺失啊 或是什麼Gmail密碼忘記 或什麼護照被偷 提款卡弄丟什麼的 你就會需要Recovery嘛 就是你要去把 就是重新去辦一張健保卡 或是 去忘記密碼要找回你的密碼 或是護照啊 提款卡什麼的 所以其實Recovery這件事情大家 雖然不是說每天會發生 但就至少 就是不是那麼罕見嘛 就是可能大家都會知道什麼是Recovery 所以我們就那個思考一下說 把上面的那幾個例子去做一個就是 歸納跟總結的話 我們會發現 Recovery這個東西呢 他就是 那個整理起來就是有兩個嘛 就是他要先做這個驗證 然後再來就是去執行 這邊驗證指的說就是 像剛剛那個健保卡的例子 你要去 申辦一張就健保卡 說你健保卡遺失了 然後你要去這個健保署說 欸我要辦一張健保卡 他首先要先驗證你的這個身份嘛 就是去看 譬如你說你是Steven 那他就去看 你的那些身份證明文件是不是對的 或什麼之類的 好那驗證都OK之後呢 接下來就執行 執行就是 就是他要去 像剛才健保卡的例子 他說說他要 準備一個什麼照片 然後跟200塊的公本費 就是他要再製作一張卡片嘛 製作那個卡片 就是這個執行Recover的過程 就是他要把這個 健保卡重新把它還原出來 所以就是 整個Recovery的步驟是 過程是他會有一個驗證的步驟 然後再來一個執行的步驟 那我們來看 細節的地方 喔他這 欸等一下 我看一下喔 我想一下 蛤 他這個一定可以下到下 啊可以啊 直接點開就好 喔好好好 欸那 欸這可以 欸欸是要直接播放 在在在在 但他沒有播放的 沒有播放 可是他也是沒有那個 他的圖片還是 因為TD有檔 很抱歉 我本來是做成一個動畫的 可是現在這圖片把它擋住了 我想一下喔 那我就口頭講一下 大家就假裝看得到這些字 就是這個 Recovery的機制 他就需要去做那個驗證的動作 要去驗證這個 資產是不是真的是這個 那個合法的使用者 需要去申請的 就是你要去驗證那個身份 然後除了說 驗證身份都正確之外 還要去驗證說你有沒有這個 合法的資產的管理權 舉例來說 就是一個叫Alice的人 他今天去申請說 我要去辦一張健保卡 然後他就是 他把Alice的什麼身份證明文件 通通通都那個 繳出去 然後去驗證通通都OK 然後最後他說 他要去辦一張BUB的健保卡 這樣就有點不太合理嘛 所以說 你也要去驗證說 這個人除了他的身份證明是對的之外 他還要去 他就要去 他就是 他就是要是那個 合法的那個使用者 所以 Recovery的驗證 他就是必須要去驗證這些東西 那 驗證他其實有個核心的目標 就是說 呃 除了 這個合法的使用者之外 其他的攻擊者 我們不能允許任何一個攻擊者 他可以 就是可以通過這樣的驗證 就是 假設 呃 剛才那個 Alice的例子 Alice他是合法的使用者 那這只有他一個人可以通過驗證 那其他所有人 就是 像我們這些 就是不能 這邊所有人隨便抓一個去 就通過這個Alice的驗證 所以你們就 拿的Alice的資料說 欸你就是Alice 這樣這些都是不能被接受的 好然後接下來是 剛才那個下一個動作是 Execute 就執行 在Recovery的機制裡面 他會去需要執行這個 呃 特定的步驟跟程序 讓他可以重新獲得對 資產的控制權 也就是剛才說的那個 重新去產生一張 那個健保卡的那個過程 或是我們今天 重新去把一個食藥伸出來 或是讓他可以重新對資產 可以得到的控制權 這樣 喔又有圖片 那 在這個 呃 恢復的 就是 執行的這個 這個步驟 會需要這個 一個 那個 資產的那個 那個 那個 擁有者 他合法授權一個實體 或個人 然後讓他來執行這個步驟 就像是 一樣是健保卡的例子 那就是 呃他可以去生成這個健保卡的 的那個 單位 就是那個健保署嘛 就譬如說 假設你們在場 你們都可以驗證我是Steven 都驗證通過 可是你們不可能去生一張健保卡給我 所以因為你們不是 我授權的那個 欸 不是我授權的那個 合法的那個實體 然後所以你們就沒辦法執行這個 恢復的這個動作 對 然後 這個呃 執行步驟的這個 核心的目標就是 呃 你通過這個驗證的 的人 他都必須要 可以那個 順利的 執行這個 recover的動作 那 如果沒有通過 欸 用沒有聲音嗎 如果沒有通過驗證的話 就不能 那個 執行這個 recover的步驟 就是說 呃 我今天不能 接受的就是 呃今天 我去把身份證明文件 或是我是真的 合法的這個 擁有者什麼的 全部都通過了 然後驗證完了 結果那個 呃 那個對方跟我說 好那是我們就不幫你 做這個recover的動作 這樣是不能接受的 或者是 今天 隨便一個路人 或是他們自己 就是他們 呃想要把我的錢拿走 或是他們就自己 內部都沒有通過這個 那個驗證的機制 然後自己就 執行這個recover的步驟 這樣也是不能接受的 好 那 我們剛才 一開始是舉 比較生活化的例子 然後從那個 例子去 去歸納一些東西 就是到底recover的本質是什麼 那我們現在目前得出的結論就是 recover它的這個本質 就是它是先 一個驗證 然後加上一個執行的 這兩個步驟 合起來 那我們現在 如果專門來 指這個 以太坊上面的私藥 跟這個全包 控制權的recover的話 它大概會分成 狹義跟廣義 呃如果是狹義的話 就是recover指的就是你 就是真的把你的私藥取回來 就是你的錢包 會對應你的私藥嘛 那你私藥弄丟了 你要做recover 就是把私藥真的 把它完整的找回來 這是 這是 這是狹義的 那如果是廣義的話 就是 你不一定是可以真的取回私藥 但是你就可以 至少你可以取回這個 你原本帳戶的所有權 呃 我們先看這個例子 就是 呃像是這個 合約錢包 可以重新取得 這個帳戶的所有權 那 呃 如果有人不知道什麼是合約錢包 沒關係 我們就把它想成 像是這種 web2的概念 就是 呃我們可能會 忘記密碼嘛 那忘記密碼之後 你就會按下這個 忘記密碼的按鍵 然後它就會對你做一系列的這些 呃 認證啊審查驗證什麼的 那如果通過之後呢 網站端會再 發一組新的密碼給這個用戶 就可能說 再給你一個這個通行證 那 反正舊的密碼 都沒關係 都不重要 它可能永遠找不回來也沒關係 但你現在有這個新的密碼 你就有新的通行證 可以 重新 呃使用這個 呃這個網站 那合約其實也是類似這樣 那就是 他會有一個owner 那owner他 owner的那個key 就是你的那個食藥 你不見了 那你就 一樣是提出這個recovery的這個申請 那 他也會做一系列的驗證啊什麼的 都ok之後呢 那他就 呃 再幫把owner換掉 那你就是合約 你這個資產 這個錢包一樣是可以繼續使用 那就是把這個owner的角色換掉 那 細節我們後面會再提 那現在的話我們就知道說 呃recovery有分兩個 呃定義 一個是狹義的 就是真的是把私藥取回來 那另外一種是比較廣義的 就是 我只要重新取回這個帳戶的所有權就可以了 不一定私藥找回來 他有可能真的就找不到了 好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對這個recovery做個分類 呃 他分 我們分類邏輯就是 這個實施recovery的 這個實施recovery 就是我們的那個 剛才提的這個 驗證跟執行 把這兩個步驟合在一起 就整個這個recovery的這個動作 把它稱作實施recovery 這個實施recovery的人 他是用戶還是這個一個第三方來 來做分類 也就是說其實 我們判斷這個用戶他在實施recovery的時候 需不需要有第三方節點的協助 就是他到底是自己一個人就可以獨立完成 還是他需要去找一個 譬如找個機構或是找個什麼什麼東西 然後來幫助他完成這個recovery的動作 我們就用這個概念來做一個分類 好 那我們把它分成兩種 就是會有這個上面這個self recovery 跟這個third party recovery 那self recovery裡面又分兩種嘛 一個是用這個SS 一個密碼學技術來 呃 呃 實現這樣self recovery的概念 然後或者是 呃 備份助記池 那 sir party的話大概有三種做法 就是可能是用交易所或是MPC錢包 或是social recovery 那這邊可以先提一下 就是這個SS 它是一種密碼學技術 但是它不是只能用在self recovery這邊 我是把它分類在這邊 但是在像這個MPC錢包 它也是有用到類似的概念 然後這個social recovery 它也是有用到SS的概念 所以這個密碼學這個技術 它是也可以用在很多地方 只是它剛好我把它放在這邊 然後下面的例子 就也可以用到這樣的 這個密碼學的技術這樣 好 那我們就先從self recovery開始 self recovery它其實就 字面上來看嘛 就實施recovery就是用戶本人 那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的話 其實就是用戶把私藥做備份嘛 因為我可以自己去把我的私藥recovery 就等於是我把我的私藥做備份嘛 那很明顯的就是選擇 這個方案的用戶 它至少要有兩個地點 可以來安全的保存它的私藥嘛 就是一個是 可能它的手機就是有下載這個APP 它就私藥存在手機裡 那另外一個的這個私藥 可能它要backup在 可能這個雲端伺服器或什麼的 所以self recovery的方案 對用戶的要求比較高 這邊是我個人的看法 就是對用戶的要求 我是認為說因為這個用戶 他至少要準備兩個地點 一個是他的手機 然後一個是一個雲端伺服器 或是他可能存在什麼 保險箱或什麼有的沒有的地方 就是我會覺得用戶他需要去 去管理兩個這個 這個 保存私藥的地方 我覺得對用戶來說 就是要求會比較高一點 對 好 那第一個的話是這個 chamere secret sharing 那 chamere secret sharing 它是一種密碼學技術 就是它可以把這個私藥分成 很多個部分 然後並把這些不同的這些share 分發給不同的參與者 那只有當達到 門檻數量的參與者們一起合作 才可以來恢復這個秘密 那下面這個稍微一點點數學 我們先跳過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例子 就舉例來說 今天一個用戶S 他想要利用這個 SSS 然後把他的私藥 就 他的secret key我們 叫19 然後把它分成五份的這個sharing 然後任意的三份都可以用來還原私藥 這是他的目標 那所以他怎麼做 他第一個就是 他把他的secret就19 就是我先定義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先生成一個這個多向式 二次多向式 啊這個二次多向式的係數就隨便 就是 5s平方加4s 這5跟4就隨機生成的 然後這個19就是 對應到他的secret 好 那這個二次多向式為什麼是二次呢 就是因為 呃我們的目標是 任意 任意三份都可以用來還原私 欸又沒有 好應該可以 報警 就是 他的目標是任意三份都可以用來還原私藥 然後所以說 我們看一下這個多向式 大家如果還記得這個定義的話就是 我任意三個點 就多向式的三個點 我都可以還原出一個唯一的二次多向式 那 就是所以 我我我 這樣就可以符合他的目標嘛 就是你看一下我們的 呃 多向式是g of x 它是個二次多向式 那我們的share是什麼 我們share share a就是 x帶1 就g of 1 然後得到28 然後share b就是g of 2 47 啊以此類推 所以我們的五個share就是 分別是這個 多向式上面的五個點 那麼 我們從這個多向式上面的五個點 我們任意取三個 就可以來 還原出這個多向式 那多向式還原出來 我就會知道這個 呃 常數項是多少嘛 常數項是我們的secret 他的做法有 呃 一般的做法是第一種啦 就是 我們看一下 假設 呃 他的share是ACE好了 那 我們 我們的share ACE 就是這個28 76 跟164 然後前面這些 這個東西叫做 Lagrange的係數就是 呃 我們會透過一個Lagrange差值法 把這些 這個 呃 多向式的點把它結合起來 然後這些係數呢 他其實 他不是一個秘密 這個東西是所有人都可以計算 就是 我們這些在場所有人 我們都不知道這個share是多少 可是這個Lagrange的係數 我們是都可以計算的 我們只要知道 他的這個 x座標是多少 就是share ACE 他對應的一個座標是 呃 135嘛 我們只要知道135 我們就都可以去算這些 呃 前面的Lagrange的係數的東西 然後這個一般是不會隱藏 這個是公開的 好 那 下面這個可能是 就是更基本的做法 這 這不是GENERAL的做法 只是這個也可以 概念也可以 就是說 譬如我們拿到share BCD 那我們就 我們就 突發亮高嘛 就直接來解這個多項式 那我們就 我們就 我們就令G of x是 x平方加bx加c 那我就把 2 3 4 分別x座標帶進去嘛 那我會得到三個這個方程式 那有三個 然後這個三個方程式 就是三個位置數 所以就一定可以把它 就沒有一定啊 就是可以 這邊是可以把它解出來的 所以這個 這樣子就 也比較好去理解說 為什麼我如果只有兩個share 我沒辦法去解嘛 因為兩個share的話 我們就想像 我們把這個 第三 第...那個 把這個式遮住的話 我們就只有兩個式子嘛 那如果只有兩個式子 然後要去解三個位置數 就很明顯是解不出來的 所以如果只有兩個share 就沒辦法還原出那個sigrate是多少 好 那我們回來這邊 就是 我們再回來看一下這個 定義的地方 就是根據代數基本定義 一個T次的多項次 就G of x 它升成N個點嘛 那這N個點 認取T加1個點 一定可以還原出G of x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 我如果是一個 二次多項次的話 那我可以升成N個點 這個N可能是我剛才是五個點 我也可以升成100個點 或1000個點 那都沒差 那我在這些點裡面 我認取T加1 就是 三個嘛 就是我認取三個點 都一定可以還原出 我那個 二次多項次 就是那個G of x 好 那 這個通常會把這個sigrate 設成這個G of x 或者常數像是G0 這個 就是 會比較簡單 而且就大家都這麼做 所以我們就也都這麼做這樣 那 所以像我剛才的第一個 算法 就用那個 拉格朗次差值法 直接算出就G0 就我們不用把整個多項次算出來 我們直接就把這個G0算出來 就是那個s要算出來就可以了 那 當然就是那個GI的數量不足 也可以確保攻擊者 沒辦法計算出這個sigrate 這個就剛才有解釋過了 那再來的話 就是助記池 這個 好我簡單介紹一下 就是 應該大家都知道啦 就是助記池就是會把 這樣的一串 就是把你的s要 欸 其實我這個 我這個不是s要 我這個是 某個地址 我去譯設是更早的 不過沒差 反正s要就是這樣一串 這個人類根本 根本記不住了一串數字 然後會把它 以對應的對應到 12個單字 那這12個單字 它的順序啊什麼的也是很重要的嘛 那你就 所以說 助記池的重點是 你的這些單字的這些東西 它是 你這個 助記池被人家看到 就等於你的s要被人家看到了 就 就是完全是一對一對應的 所以助記池 它就等於s要 它只是用另外一種形式來呈現 所以讓使用者可以是 比較簡單的 把它抄下來 因為你抄單字可能不會抄錯 你抄這算數字可能會抄錯 或者是你可以把這些單字直接記在腦袋裡面 所以助記池它就是 食藥它只是 把它轉換成一種形式 就人類比較好 這個 呃 去看 跟理解 跟記憶這樣子 好 那助記池的話它可以存在 這個 這個 抄在紙上啊 或是存在這個助記池密合 我們按Token有賣 那也可以考慮到這個 單點故障的話 你可以把助記池備份在很多個地方 可能保險箱啊 可能 雲端伺服器什麼的都行 那這個 而助記池跟這個SSS 它的備份的差異 就 不是什麼備份的數量啊 就是助記池也可以備份很多地方 主要差別是 助記池的一個備份 如果被攻擊者拿到 就等於是被拿到失藥嘛 因為我剛才說過 助記池它就等於失藥 啊 但在SSS的Case的話 就是 我的其中一個 呃 把其中的share儲存的地方 被攻擊者拿到 其實就 還好 就是因為它只有一個share是 也看你怎麼定義啊 理論上一個share是 沒辦法直接去推得 你的失藥是多少的 所以 就是如果沒有滿足這個 預值數量的share的話 是 對這個使用者來說 它不會有立即性的危險嘛 所以說 呃 在備份share的選擇上 就可以比 備份助記池的選擇更多 然後可以更大膽一點 就是你可能某些地方你會覺得 比較方便 但是沒有那麼安全 那你可能不敢去備份你的失藥 可是你的這個share就可能就還OK 因為share被拿到 不會直接 這個 賬戶被 被倒 好 然後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sirparty的recovery 呃 這個 也是字面上意思嘛 就是需要其他人介入 才可以完成這個recovery的 這個 流程 那這邊 交易所的例子 其實我覺得 欸我們就簡單帶過 就是它 它交易所它其實就是 每個人都還是有私藥 可是這些私藥是管理在 包括這個交易所裡面 那 這個用戶你們就只有 只知道密碼 你們可能從頭到尾就不知道 你私藥這個東西 所以 在交易所的case 就是 舉例來說我是交易所 你們大家是用戶 那你們今天有人說 他的這個 呃 他的密碼忘記了 那我就一樣 就透過前面講過那種web2的流程 那我就把你的密碼 就是 發一個新的密碼給你 那你就可以繼續來登錄 那我就會讓你去使用你的那個 私藥或什麼的 所以 你就把交易所想成web2 或是傳統那種銀行的概念 他 所以他的私藥並沒有遺私 那私藥其實一直都保管在這個交易所的內部 這樣 那這個MPC錢包的話 他 這邊 他其實跟這個前面self recovery的那個SSS 他有點類似 他也是把私藥拆成好幾個share 然後需要幾個 就是提加一個share才可以還原私藥這樣子 那差別是在於說 利用MPC他生成share的過程 他不是像剛才的那個例子是 我先有一個私藥 我再把它拆成share 就是我 我剛才的例子是私藥是19 我把它拆成5個share 然後 然後再去把它分 就分出去什麼什麼的 這個MPC他是透過一個叫這個 Distributed Kid Generation 就DKG的這個 這個過程 他會讓 他這個 執行完這個proloco之後呢 用戶跟這個錢包商 因為MPC錢包嘛 所以用戶跟錢包商都只會拿到share 然後 不會有一個 就是知道私藥是什麼東西的這個 低了的角色 就是像剛才前面那個SS的例子 就是 有一個人他先知道私藥是19 所以他就是D了 然後他就負責來把這些share就是 準備好 然後發出去 所以他會知道每個share是什麼 他會知道 secret是什麼 然後但是在MPC的例子裡面 就 每個人一起來 生成這些share 所以每個人 執行完這個proloco 就每個人會拿到自己的share 可是你不會去知道其他人的share 你也不會 知道 這個私藥是什麼 也沒有任何一個角色會知道私藥是什麼 而且 在MPC的這個過程中 從頭到尾都不會有私藥的出現 然後甚至是他之後去簽名的時候 也在整個簽名的流程都不會讓私藥出現 這樣子 只是他可以產生跟私藥簽名一樣的結果 MPC 我們不展開講好了 今天重點不是MPC 好 那下面這裡一樣 這MPC的case用戶恢復了也不是私藥 就是他分配到那個share 就是譬如這個用戶拿到一個share 然後他把share弄丟了 那他會有一些backup的流程 他最後找回來的也是把share找回來 然後不是說他找回來就找到他的私藥了 所以他的這個恢復的也只是這個資產的控制權 而不是恢復私藥 好 那接下來就提到最後這個social recovery 就用戶會選擇幾個可信賴的親朋好友來擔任Guardian 那在執行recovery的時候他就會通知這些Guardian 然後這些Guardian他們會有辦法可以來還原用戶的私藥 或這個帳戶的控制權 那這種方法就是有SS跟前面提的一樣 那或者是透過智能合約 那我們等一下會在下面的章節詳細講一下什麼是social recovery 好 那social recovery他就是 用戶就剛才提過了嘛 他就找自己信任的親朋好友來擔任 來負責這個recovery的機制 那由他們負責驗證跟執行 那找自己信任親朋好友的話 就是跟最前面的那個self recovery比起來 就是對用戶來說他的這個負擔會比較小一點 就是因為他不用一個人去負責這個私藥的就是管理 以及backup這兩個東西他要負責 他就是他找了他的親朋好友找完之後 他就把自己的私藥管理好 然後backup的部分就丟給那些親朋好友去負責嘛 然後再來是跟那些self party的這個recovery比起來的話 就是用戶可能會比較信任自己的親朋好友 譬如我會信任我的爸爸媽媽 我的女朋友 我的誰誰誰 但我可能不見得那麼會去信任某一個錢包商 對 那social recovery的case裡面 被用戶選到的那些親朋好友 會把他們稱作guardian 就是這個守衛這樣 那這些guardian他們彼此可能不認識 然後也不一定會知道 對方跟自己都擔任同一個人的guardian 舉例來說 像我找的guardian 可能是我在我的不同朋友圈裡面找的 有我的國小同學 國中同學 然後 呃 當兵的朋友 然後出社會的同事 跟我的家人 所以他們都來自不同的朋友圈 他們都不會知道自己 他們只知道他們是我的guardian 那他們不會知道我找的其他人是誰 這樣 那這樣子有好處就是 我不用擔心他們會合謀嘛 譬如我的帳戶裡面如果 就只有一兩百塊錢 他們可能就真的是我的好朋友 可是如果我的帳戶裡面有一兩千萬美金 這個友誼的小船可能就說翻就翻 就不一定了 所以就是我們 就是你可能會擔心這種合謀的問題 所以就是你的guardian可以找的 讓大家是互不認識的這樣 那 但是這樣會有另外一個trade off 就譬如說 我就要自己去記住 我找的guardian是誰 所以我要有個清單嘛 所以這個清單 如果有一天我也弄丟了 啊我的食料又不見了 我想去做這個recovery 等於是 我忘記我找誰了 那這樣 我等於是沒辦法去做這個還原的動作 所以 這就是一個trade off 然後再來是考慮到 單點故障的話 guardian通常要設計成預植字 就是一樣是 三取二或是五取三 但這個數字的選擇也是trade off 如果你數字選擇什麼 譬如 三取一 就任何一個guardian都可以來恢復 這樣子 會很容易達到 但是也會很容易有問題嘛 就是任何個guardian只要背叛你 他就可以把你的這個 私藥就可以還原出來 然後就可以怎麼樣 那如果你設計很困難 譬如你要100取100 就是 你找了100個guardian 然後每次要還原都要100個人都同意 那這樣子變成是 只要這100個人裡面有一個 他出了一個什麼狀況 他把你的 他把 他沒辦法來 執行這個 恢復的動作 他可能死掉了 那這樣你就永遠也沒辦法還原出來 所以這些就是自己 就是在設計這個 這個這個 預植的時候 也要去考慮到的點這樣 好 那我們接下來要看一下 可以怎麼去實現social recovery 大概就有兩種 一種就是這個 就是選面secret sharing 那 這個前面就提過就是 它是一種密碼學技術 可以把祕密分成很多個部分 那我們直接來看例子 例子其實跟下面是一樣的 主要是這個目標 目標就是 我們上面一樣是把它 就是secret一樣是19 然後拆成五個share 然後這邊是要發給五個guardian 然後一開始的這個self recovery 那邊可能是 我拿五個share之後 我就自己把它去 藏在五個安全的地方 然後這也是我會把它發給五個guardian 然後那五個guardian 他們之後 任意三個人 就是 假設我今天這個私藥弄丟了 那我的guardian有這 ABCT有五個嗎 我就 隨便聯絡三個 他們就是確認 驗證完我的身份之後 會把那個share給我 那 然後share給我之後 我就自己可以去計算 那個私藥是什麼 我就可以把我的私藥找回來 所以這是 用SSS的做法來 執行這個social recovery 那 合約錢包的 的話 我們一樣 可能先看例子 再來看這個解釋 會比較清楚一點 就是 欸 喔 這個一樣是 圖片擋到文字 就是我簡單講一下 就假設 Steven他有一間房子 在這個 這個這個 重慶南路上面 好 那就是 然後他 他平常 他要去這個 這個房子他要去做一些動作 可能是什麼 租賃啊買賣啊 或什麼有的沒有的 他就去出示他Steven的這個印章 然後 但是有一天他的這個Steven印章 如果弄丟了 然後他 他就要去找這個 Country上面寫的那些Guardian 可能這幾個人 然後叫 這些Guardian 就是 就是一定的人 然後來出示他們 分別的印章 然後來 修改這個 合約的這個owner 我們把它修改成這個 Steven 2 那所以以後 就是 雖然 擁有者還是這個人 還是我自己 但是我原本要出示的印章 是第一個印章 現在我要出示的是第二個印章 所以 我們現在 這個修改完之後 就是我一樣還是擁有這個房子 我還是可以去做這些動作 但是 我現在要使用的印章 變成Steven 2的這個印章了 那 這個就是 跟合約錢包概念蠻像 就是 只有一個 簽名的密鑰可以用於這個批準交易 就是Owner Key 就是剛才的那個印章嘛 然後會有一份Guardian的清單 那這個可能是 合約上就直接看得到 或是 使用者自己把它 這個這個寄好 那反正就是 多數人同意 這個多數人 就是前面提的那種預值 就是自己要去設計這樣 那用戶如果 這個Owner Key弄丟了 就可以透過這個 社交恢復的功能 來更換這個Owner這樣 那 所以他們就是會 簽署一個 就是 特殊的交易 可以把合約中 註冊的這個Owner 把它更改為新的 就是換成 像這個Steven換成Steven 2 好 那 這邊的話我們是把這個 這兩個方法做個比較 就方法一 它是真的透過數學的方法 可以實際的還原出那個私藥 就是 我收集了 足夠多的share 我是真的可以把這個 私藥算出來的 所以 這是 第一個Social recovery的方法 它是實際還原出這個User的私藥 那第二種 這個錢包合約 它沒有真的還原出私藥 它就是我剛才說的 我原本的那把Steven的印章弄丟了 我會讓你去把合約改成Steven 2 所以你之後使用的是Steven 2的印章 所以 你Steven 1的那個印章 是永遠都找不回來的 那你現在只是 你改變了這個錢包的這個使用權 啊 但原本的Owner Key是改變了 但是沒關係 我們就只是 做這個 呃這個 呃 還原這個錢包的使用權 然後 這Guardian它要保管的東西是 在SS裡面它就要保管的是那些share嘛 然後在合約錢包的case 他們就保管自己的私藥就好 所以對Guardian來說會比較輕鬆一點 那缺點的話 就是這個SS的話 它的這個增加或變更Guardian會比較麻煩 就像是我們剛才那個 因為它是透過一些數學的方法嘛 所以我如果今天覺得某個Guardian 我覺得它不可靠了 我要找新的Guardian來 但是 我要把它換掉 就會 相對來說就比較麻煩一點 而且 也不一定可以成功啦 對 然後再來是這個 呃 合約錢包就比較簡單嘛 我就去合約修改說 把這Guardian換掉 然後 換成一個新的Guardian 那這樣 就 就可以改掉 所以但只是缺點是要 花這個Gas fee這樣 好 那 最後就總結啦 快速帶過一下 就是Recovery的本質 就是驗證跟執行 那 驗證就是要讓只有合法的使用者可以通過驗證 那 不能允許供給者可以嘛 然後再來是執行 就是通過驗證的人 都要可以去執行這個 呃 恢復的程序 那沒有通過驗證就都不行去 不能執行恢復的程序 那定義就有分狹義跟廣義嘛 然後分類就是分兩種 那Social Recovery的話就是 他找一些可信賴的親友成為Guardian 然後再來是他有兩種方法可以實現嘛 就是SSS 或是透過智能合約這樣 好 差不多 那就是大家有什麼問題啦 喔對 可是他原本的 他原本的體驗證 他怎麼去 讓Guardian知道 什麼 他真的不願 實現 他就這樣嗎 喔對 就是 所以就是我剛才提到那個驗證嘛 就假設 譬如好我今天找了 就是 前排這幾個 這五個人當我的Guardian 那我找他們當Guardian 所以他們就是會有他們的驗證的方法 譬如這第一個是我認識的人 那我就跟他說 欸我是Steven 那我的事要弄丟了 他跟我會有一種 戀下的一種驗證的方法 或是我們約定的驗證的方法 然後再來你剛才提到的說 這個 信任Guardian的話 我們信任的 除了這是我找的人 我要信任之外 我們也可以 因為我們剛才有那個譽子嘛 所以說就是 我剛才譬如是五曲三好了 所以我信任的點就在於說 這裡面不會有 呃 最多就是會同謀的就是兩個 會想就是背叛我的就是兩個人而已 不會有到第三個人 這是我信任的我的假設 所以像我甚至我前面提到那些MPC 或是什麼什麼SS 各式各樣的這些都 譽子的假設裡面就是 通常的譽子是N取T 就是N格裡面T格 我的假設就是 最多的作惡的人 不會超過T加1格 所以這是信任的假設 現場還有問題嗎 好那我們先來講講 謝謝 謝謝